你好 我是盈彤 5月20號帶您來關心疫情統整 今天一共新增了295例確診病例 分別是286例本土跟9例境外 指揮中心統計 全台灣已經有至少10家醫院出現了確診個案 包括在高雄的人會醫院 有一名護理師確診 而在花蓮榮總分院護理師梁采英 這個部分緊報解除 以及在台大醫院有10個人採檢為陽性 和平醫院也有3名員工 還有4名病患都已經確診了 台北榮總也有一名工友確診 所以現在指揮中心也呼籲 如果你是高風險或者是有症狀的民眾 可以盡速去篩檢 萬華的周圍總共有5個點 那新北的話 他們已經開到有4個點 就是包括板橋 土城 永和 還有樂生 那桃園他們是規劃要開4個 大概明天會先開始2個點 張華英英他們這個有這個婚宴跟那個 就是唱歌班的這樣的疫情 他們也有在相關的一些鄉鎮市區 有設了不少的一個點 大部分都是利用當地的醫院來另外加設 不過他們也有 陳映中今天也在記者會當中 說明了台灣新增了一例死亡個案 那新增的死亡個案 2683為70多歲的女性 那以萬華工作 那5月16日 匡列為虛採檢的接觸者 5月15日曾出 曾出現 虛弱無力 及倦怠的情況 但拒絕就醫 其中今天確診人數當中 新北市最多157例 板橋中和新店新莊 確診數都增加 新委市長侯友宜也呼籲 中永和的居民要多加小心 但同時也強調 醫療量能相當足夠 我們新北市的醫療能量 我們總床室有533 使用中315 還剩下了218 所以我們的醫療能量 目前都是夠的 所以我們隨著整個採檢能量 以及出來的確診個案 我們就開始移動 不斷的把醫療量能做調整 所以我們的篩檢 明天又會成立三戰 而台北市也新增了87例 台北市也即日起 包括超市 夜市 市場 飲食類攤商 全面改採外帶 或者是外送 在桃園也有17例 宜蘭縣8例 彰化縣6例 基隆市5例 高雄台中各2例 新竹及雲林各1例 以上就是5月20號的疫情統整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4點 請您鎖定我們的頻道 讓我們替您整理全台的疫情變化 一起守護台灣 一島同命 那叫做是命運總統 但交通彼此的聯繫 都是非常的平凡 我們為什麼要戴口罩 就是希望說 不要讓疫情影響我們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因為疫情嚴峻 請配合 室內室外 無差別的戴口罩 保持社交的距離 出入公共場所 請務必實聯事增進 台南市政府 關心